您好,欢迎来到美极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红烧大牌 相信这一款家常菜各家自有各家的做法 今天我就来分享我的基于上海传统做法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的创意版本 先来看一下食材 猪大牌 最好选带骨头,边上有一圈肥肉 葱,这里的超市没有上海的小葱 感觉这种红葱头味道倒挺香的 糖适量,生抽适量 这里糖和生抽的用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调整 先来处理大牌 用刀把四周的肥肉,里面的筋割断 以防肉加热后收缩变厚 用肉锤把肉打薄 注意,这里一定要打薄 这样菜容易入味 翻一下面 两面都拍打一下 没有肉锤就用刀背拍打 一样,只要拍薄就行 不用腌制 直接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或者面粉 红葱切碎备用 传统的做法是把大牌在油里烧捞煎一下 让表面的粉凝固定型 锁住肉里的水分 我改成在开水里过一下减少油烟 很快,十几二十秒 以上这几步是使大牌嫩滑入味 吃起来不柴的关键 锅里放油 放红葱炒至微微发焦黄 下大牌 可以喷上一点料酒,如果有的话 下生抽 加入适量的水 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入喜欢的香料一起炖 我一般喜欢放一小半八角 加几片橙子皮 或者小半个苹果 八角和橙子皮可以去腥增香 苹果的酸可以帮助骨头中的钙溶解 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焖三十分钟左右 中间翻一下 然后根据个人的口味加糖 在焖几分钟后就可以大火收汤出锅了 红烧大牌不管是旧饭还是拌面都是非常好吃 记得在上学的时候 食堂的一碗大排面 是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的美味 或许您有您自己的做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好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